4月29日上午11时,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纲警戒会 邀请来自港九星界的地区及基层代表出席 当天,李家超提出强化政府治理能力在土地房屋供应方面 提速、提效、提量、强化香港竞争力、关爱社会及重视青年发展等四方面政纲 部分香港市民在参与警戒会后向中心社记者表示 该分政纲切实全面涵盖了香港社会和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市政后略这一点是显示到他在未来 如果他当选是新一届班子勇于变革的一个决心 和一种惊讶的一种信心 我觉得这个是凸显了我们普通市民的对新一届政府的一个期望 希望他们变革 我刚刚见到李家超先生介绍了他今次的政纲 我觉得都几全面性的 尤其是去到一个的管治 去到一些的房屋政策 医疗、安务政策 和一些的青年发展 我觉得都几好的 其实我再关注一些的医疗政策 安务政策和一些的青年发展 再加上房屋政策 其实这些都和我们的生活都相关的 尤其是现在的疫情期间 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到的医疗体制 其实富豪不到一些的大型的疫情在这方面 其实一些的医疗的忍受都不够 都不是太足够了 那希望加强这方面的去发展 有市民在听取剪接后表示 该份政纲关切市民所需 及市民之所及 对此感到十分欣慰 作为一个妈妈 其实和一个普通市民 我最关心是房屋、教育和产业发展 因为产业发展就是关乎到我们工作的人口 我们有些什么产业可以做 那另外教育方面 很欣喜特首候选人 其实都提过要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 和新一代的一些创科能力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其实很难创造更加多的价值 令到大家可以赚多一些钱 我们未来的新一代我们的小朋友 其实有没有机会的问题 所以我看到在政纲里面 包括这件事是感到非常之欣慰 当天部分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委员 在参与剪接会后表示 对政纲整体满意 希望新一任行政长官可以提高施政效能 解决香港现有问题 令香港重新出发 我整体是表现满意的 当然尤其是关于一些青年发展的政纲 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多元化的发展 给年青人 相信世界政府在加快流程 加快土地审批流程 加快建屋流程 希望真的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令到更多人可以自得业上车 早前我们连同73个青年的组织 我们也递交了一个建议书 给李嘉超先生 我们其中一部分 也提到终身学习 教育培训 如何推动香港成为创新中心 可以团结到大部分人 一个人算 也要了解 真是深层次香港社会 正在发生这些问题 从而去对政下约 如何团结到特区政府的班子 希望可以通过下一任的特首 可以令到香港更好地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